来自竹竹苗三个县市的128名青年委员 最近齐聚在新竹市进行交流活动 希望能够分享彼此的创意 也认识新竹市的历史跟产业 新竹市代理市长邱成元指出 新竹市希望创造机会 让竹竹苗三地的青年 可以相互的交流跟对话 那竹竹苗身为共同生活圈 不管在经济的依存 教育的连结 甚至是社会的需求 区域的治理 也配合中央行政院推出的 桃竹竹苗大西谷计划 未来我们会有更紧密的合作 那也期待透过这样的平台 我们来持续推动 新竹县的代表林瑞德指出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认识许多来自不同县市的人 他发现彼此之间 也有很多共同的想法 希望能够聆听更多 也寻找彼此合作的可能 新竹县其实就可以认识到 很多不同的朋友 有些新竹市的 也有一些是苗栗市的 大家来自都不同的地方 但是都会 对一些活动的想法都蛮接近的 我们有些学生 也有一些是已经是毕业的 已经是在工作的一些人 他们就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更多青年 可以一起参加活动 听到更多青年的想法 才能去做一些事情 来自苗栗县的青年委员 谢志松认为 可以感受到新竹市政府 对青年朋友的支持 青年朋友有机会可以发挥想法 也留在地方发展 对青年朋友来说帮助很大 我觉得今天非常感动 尤其新竹市政府 今天承办这个竹竹苗 我就三线市的青年咨询委员活动 一早来就感受到 我觉得新竹市政府非常有诚意 尤其邱市长带领的优质团队 一早就感受到火力满满 然后从早上的体验活动 到彼此的破冰交流 一直到下午非常优质的一个 我觉得非常精实的一个讨论 让更多的优秀的这些咨询委员 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回馈给家乡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新竹市政府安排青年朋友们 认识新竹市的两项在地产业 米粉跟玻璃 走访活动让青年朋友 对新竹市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 不只知识上获得满足 还带走了不少伴手礼 刚最后的时候各组都有去讨论 对于下一次三个县市的大会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交流 今天有的吃又有的拿 三个县市的东西都在我手上 所以很开心 真的是很辛苦我们的长官们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筹备 谢谢大家 竹竹苗三个县市地缘相近 不只交通便利 产业也有紧密的关系 如果青年朋友可以相互交流 并且留在竹竹苗共同发展 可以为城市带来更多正面的影响力 记者林彦斌采访报道